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非凡股市周报 进入10月份的台库 果然出现了10月大惊奇 什么惊奇 第一个惊奇就是川普确诊 上上个礼拜的大新闻 川普确诊一下入院 但是又旋风式的三天 就奇迹式的复原 所以看到了在美国大选前 大选后 到底对于这个全球股市 对美国股市还会有哪些惊奇 而行情会怎么走 这是我们现在大方向 大前提先要跟大家来确认的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法人 主力业内大户 甚至是投资人都觉得 选钱是不是先不要玩 先观望会比较好 因为你不知道11月份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在产业当中 也不是所有的个股 都停滞都不动 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法人在大回补的半导体 尤其是晶圆这一块 哇 八寸晶圆 现在是供不应求 自从中兴被确认了 他们在这里也陷入了制裁的名单之后 看到了台湾的联电 世界先进 这些八寸晶圆的厂商 哇 最近的接单 不仅是满载 而且太满了 所以之号是不是有可能要涨价来应应 而这样的涨价商机会延续到明年吗 那会不会在整个也跟美国选举 有一些联动的关系 这是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到的重点 因为的确法人最近有在进行回补 而至于讲到了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季了 我们眼光要前瞻嘛 要来看看明年到底谁是产业的大明星 而这些大明星 身影胖瘦长得跟今年的主流一样吗 还是说明年会有一些新的契机产生呢 那如果明年有机会喷出 有机会发挥 那是不是在现在第四集 正好就是布局的时间点 好 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 带大家仔细地来针对台股的趋势性方向 跟大家来做了解 所以每天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 还有我们在YouTube非凡商业台当中 都会跟大家持续地来锁定 也欢迎您订阅 追踪 分享 好 先邀请今天现场三位来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柯梦从柯舍 柯舍你好 小姚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看到柯舍就知道今天又要带来三条线 日线 周线 月线 要来帮大家画一画 到底在美股选前选后 跟台湾的10月份 11月份 会呈现什么样的走势 再来关心的是在晶圆 8寸晶圆长成这个样子会涨到什么时候 那股价呢 会涨到什么时候 请教的是陈杰瑞 杰瑞你好 小姚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至于在明年 因为选完 美国选完11月也接近要年底了 我们要展望明年 产业大明星 我们要请我们很厉害的操作高手 这个贯州来帮我们抓一抓 到底谁是明年的潜力黑马 贯州你好 小姚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当然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先针对大盘整体的方向 先来跟大家做厘清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日线图 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过去这一周 哇 大盘又呈现了一个喷出的走势 而且连续四天的往上扬升 上个礼拜五呢 您看到了台股大涨 而且呢 重新站回了均线之上 好 这根红K棒这么一拉上去 下一线大的升 这里会是一个起涨的讯号点吗 我们要请科莫聪科斯 来到镜面之前 先来帮我们看一下 到底外资这几天的回头加码 是不是真的回心转意了呢 好的 那真的很精彩 这个川普染疫只有一天了 而且跌不下去 台股就顺势把它拉上去 而且选举越来越逼近 他一直想 以川普的角度一直想把美股 把它创新高 所以说以这样来讲 我看选前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利空 应该是维持在高档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日K线图好了 以目前整体来讲 然后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事实上这个 这个流的这个长下眼线 好像有点怪怪的 事实上它应该是 这里有出现一个缺口 那所以说 我记得我上次来讲的时候 我就说最重要的缺口就是 在左边这个缺口到底有没有被补掉 那下一个礼拜 这个缺口就是 这里能不能把这个 这个现行上的一个缺口把它回补掉 所以补是比较好的 补来讲的话 就是会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OK 他要回来补了 理论上就是说 如果缺口没补 比如说这个缺口如果没补的话 它就是在空方掌握之下 那未来来讲的话 如果说下个礼拜这个缺口 它是一个多方缺口 如果没有补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多方趋势 就是说它这里就是一个 因为它跳高嘛 大家都追价买上去嘛 买上去来讲 这有一个gap 就是一个多头的一个 这个阻挡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再来 我们下面再带一个KD值好了 它以目前整体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 我想这里来讲的话 刚好KD值是要从低档交叉向上 所以说下个礼拜以短线的一个 这个格局来看 我们要看 就是它在冲 然后我们下面带成交量 下面再冲的时候 除非它要出现一个巨量长黑 或者是盘是要反展的一个机会 并不是很大 那以目前整体的架构来讲的话 毋庸置疑的 因为这里还是一个多方缺口被补掉 所以说毋庸置疑的 因为现在指数已经逼近了 所以说你如果说创新高来讲的话 那也可能会拉肥 那我们看完日线之后 等一下周线月线 我们稍后再请这个科斯来 帮我们解密一下 到底台股的中期跟长期会怎么走 但是极短线 极短线这些影响的因素 我们要先请科斯来帮我们追踪一下 因为不管是在大选 或者是在疫情等等 好多好多的多空因素 我们先来看一下极短线的部分 那我想川普染疫 那现在全世界 这个欧洲也好 英国也好 日本突然间又会爆发 所以说人家预期 11月份 在美国的一个 专业的一个机构里面 有出现到11月份 这个确诊跟死亡人数 又出现一个暴增 所以说在疫苗 或是说药品还没有出现以前 这个防疫概念股 我觉得都有机会 而且天气冷来讲的话 对新冠肺炎的一个病毒的活跃度 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说防疫再升级 那这里刚好是一个 生技股涨高之后 出现一个回跌 整理的一个情况 那生技股有两个月份 比较容易涨 一个就是在生技月的7月份 所以说5、6、7 生技股就是一个狂潮 那另外来讲的话 年底还有一个生技月 那年底这里来讲 因为年底的一个药品需求 也是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说这里来讲 刚好可以逢低布局一下 相对 这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譬如说南光、中化 我想这些防疫相关的一个概念股来讲的话 你可以趁量缩的时候 刚好在这边布局 虽然指数在高档 那当然美股 我们看一下稻穷指数 稻穷来讲的话 我想这个川普的理想 就是把它创新高 那这两天又长得很凶 你看 休息一天又长 这里来讲 我想离新高并不是很远 所以说我想川普的一个力道 应该有机会把他 这个一下子 这个在选前来讲的话 把他封过历史新高 留名 也对他的一个选标有所帮助 那么再来讲的话 我想中心半导体 刚才小玉有提到 最近涨得最凶的 而且这个外资卖不下来 就是连电 2303的连电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股票 以前连电跟台积电 价格没有差太多 就是差不多为止八成 你看 经过20年之后差那么多 终于这个连电碎丝萌醒 那它外资的目标价也越看越大了 越看越高了 刚开始28一下就达正了 然后后来改40 40看一下 现在距离越来越近 所以它现在就变45 那对台积电来讲的话 233年的台积电 我看更高 看600多 那如果这两档这么高的话 我想指数应该是跌不下去了 那中心这个转单的效应 我想会持续进行 那不然的话 你就是买一些 比较低气息的 比如说像2344的一个滑棒店 以前滑棒的价格 跟现在连电价格刚好颠倒 那你如果说一个 常见存股的一个投资人来讲 这种股票来讲 峰回应该是可以布局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想台币 那台币来讲的话 汇损的一个问题 是往后的一个 可能突发性的一个利空 在这边 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 尤其出口比例比较高的 这些 这些这个产业 那第三期财报 这个公告 那我想 这个跟9月份的一个营收 已经开始要公布了 那你从9月份的一个营收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预估到 第三季的一个盈余的好坏 所以说选股 你差不多去选这些 所谓第三季预期还不错了 那另外我们赶快看一下 周K线的一个角度 那以周K线的一个看法来看的话 我想以目前整理的一个架构 因为它周K线刚好连两红 那连两红之后 那又依到这里的一个平档整理区 那我们下面带K线 它刚好是一个低档 你看K线才50交叉向上 所以说如果创新高来讲 然后又跟我们常常在讲的 这可能就是一个多头的一个现行会下来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操作 理论上不要追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要低阶的一个方式比较适合一点 好 OK我们先请克斯回座 刚才讲到了从台股过去这一周的多空因素当中来看 的确不管是在外在的大环境 或者是在内在的这个部分 其实都藏着些许 这个多空在这里征战的产业焦点趋势 所以未来 未来一周 当然我们接下来的重点要请杰瑞来帮我们做个预告 整个八寸晶圆 那最近非常非常的火热 外资回头也在买这些半导体 所以是不是未来一周的主流仍然是他们呢 对 我想在廉价前最后一天 这个联电大涨了9%以上 就表示说现在的八寸晶圆 它真的是供不应求到这个价格一直涵涨 那我想当然联电的一个大涨 就意味着说到国庆廉价之后 当然八寸晶圆涨价相关的一些半导体原件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成为盘面上的一个主流 有哪些股票 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介绍 好 那美国总统大选到底拜登赢还是川普赢 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真的还是五五波 谁都没有办法说出一个比较有把握的答案 但是在横跨选后 不管是从第四季来看 未来明年产业的大趋势 大明星 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跟方法呢 观众 我认为这个选后应该就是不确定因素的一个消除 所以不管谁当选 我认为都是对股市是一个利多 所以在这里接续到第四季到明年 哪一个产业或是哪两个产业是贯穿 从第四季到明年的一个大主流 我们后面继续说明 好 休息一下 我们下个节目回来继续追踪